需的就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那种歧视的公业 副联会南部分会主委也就是管党夫人感受团 在建设会一开始就开众民意说明什么是需的 最主要就是保障我们妇女在政治在经济在法律在工作前方面 在健康在那个我们的社会福利方面 还有人身安全方面都这样这一方面的一个权利 透过压批上学介绍和解释 让所有参加的妇女很清楚就了解到 使得在新外省的各行议计 会中就要请到努法官来拯调努款的重要性 管党的条件也清新出席参加 并高雷议会妇女朋友都能拿新租五位妇款议审 并这次让妻女走出去 我们马总统非常重视女权 希望说妇女和男孩子一事同仁 大家一起来参加很多的国际社团 或是我们的妇女社团 或是我们的组织 大家可以跟国际接规跟国际交流 女性也要走出去 在政府相关单位推动下 现代社会对着妇女的企业是越来越重视 尊重妇女的议席和作为也越来越新鲜 但等久以来 台湾以南省为尊的社会议席 有缘定定做成妇兴来受到不公平对台和平端 对处 互联会南部分会 希望借到党党的系统更新扩典 让官来妇女同胞 会党这支提醒组合的妇款议席 也欢迎有幸福的妇女朋友都会党这支来参加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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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感谢观看